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 近日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表示 香港回归以来 中央政府一直非常尊重香港本地的法律 推动涉港国安立法 使中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正当权利 他同时斥责主持人 试图在香港问题上混淆视听 我们将通过我们的公法姓会议员 为23年 已经整理搜集ブック 到市场中央比证明 完成使用了公民的事情 在香港 你认为你认为为他有哪些公司 认为这个公民的公司 许而言 因为我们都有计划 在香港 乌尔美金说 我们都不够计判 在香港 乌尔美金指定 人介绍 所有公司 都会推着 穿起 叶刘淑儀还强烈驳斥了主持人 所谓香港警方对示威者 采取暴力的荒谬言论 主持人试图将推动涉港国安立法 歪曲成挑战一国两制时 叶刘淑儀表示 中央政府在推动涉港国安立法时 完全尊重了香港的实际情况 采访中主持人竟质疑涉港国安立法 会被用作压制香港的工具 叶刘淑儀表示 完全相信中央政府推动涉港国安立法 是为维护香港利益 采访中主持人试图将话题 从香港转移到中国涉江问题时 叶刘淑儀表示强烈反对 我必须请你 不要乱惹和缺乱的问题 但继续谈谈谈谈谈 关于主持人 这些没有关系 一国两制 我请你回到香港的状态 如何一国两制 实际上活动 并不允许你的 贷刑 把你的报告 是完全不正确 对香港人 我承认强确定 听从这个 听从这个